來看 我緊接帶你來看的是 馬雲要退休了 才55歲就退休 為什麼呢 背後當然很多的陰謀論 我們來看 今天過後 馬雲時代畫下句號 阿里面臨了兩爭議四條陣 馬雲的新頭銜叫做什麼 叫做杭州老 好 所以 晨諺 馬雲要退休了 為什麼 外面有很多傳言 對 很多傳言 其實去年他宣布要退休的時候 大家都嚇一跳 因為去年我們這樣算回去就54歲 這麼年輕 事業還做得這麼大 員工超過10萬人 5000這麼大的一個帝國 你要退休 這後面有沒有陰謀 後面有沒有陰謀 我們先來看一段馬雲的談話 過去馬雲經常有很多金句 今天在淘寶上面 阿里巴巴在市場上面 大家說 你們假貨很多 說假貨多的人 從來肯定基本上在淘寶上沒買過東西 你想買個勞斯萊斯 二十三 二十五塊錢就買個勞力士手錶 這是不可能的 這是你自己太貪 其實馬雲講話蠻有意思的 他說有生以來最錯誤的決定就是 創辦阿里巴巴 哇 這麼成功的帝國 他竟然說是他最錯誤的決定 他也曾經這麼說過 我看到媒體報導 但是不是從他 我不是從他口中親耳聽到 媒體曾經報導過 他說他曾經講過 他說台灣人不能用 為什麼呢 天天吹牛不敢活 台灣人是這樣嗎 我回來講 背後有什麼陰謀 其實當時 阿里巴巴剛上市的時候 他就把這個 因為股價飆得很快 一天就從68塊飆到94塊 大家就去檢視 他也公佈了他背後股東的這個結構 有七成 他都公佈得很詳細 但是很奇怪 其中三成就交代得不清不楚 大家就懷疑說那這三成到底是誰 然後就仔細的去拆解以後發現 原來因為他一直不承認 他跟中央有很密切的關係 他也一直不承認 他企業這個成長阿里巴巴 到今天這個程度 是跟中央有關係 他說是靠他自己的努力 但是仔細拆解以後 那三成的股權裡面不得了 為什麼 包括幾個很大的家族 其實我們可以 我們整理出來以後 包括博裕資本是 我們可以看一下這個資料 在博裕資本裡面是誰 博裕資本裡面 最左邊 我們看到畫面最旁邊 是江志成 對 就是江澤民 江志成的 江澤民總書記 網上的網上是江澤民 江志成是江澤民的孫子 對 然後我們再看這個中信資本 有三個勢力 中信資本 總共有三股勢力 這三股勢力我們往上看 劉樂飛 曾居傑 王軍 好 往上是誰呢 劉昀山 曾培妍 王振 王振 王振是當時開國八大元老之一 然後再另外看這個 國開金融 中國國家開發銀行 兩個勢力 也兩個勢力 我們往上看兩個勢力 陳雲跟賀錦雷 往上是誰呢 陳雲跟賀國強 這也是政治局委員 政治局委員 後來又入資的這個 新天域 新天域 新天域這個也厲害了 我們往上看 溫云松 往上是誰呢 老爸 溫家寶 對 那這個工資不得了 所以2014年掛牌上市 2015年就被 美國懷疑說違反證券交易法 就開始被調查 國馬的股價 它的市值 已經算出來之後 成為美國前四大科技公司 對 他們就發現說 這後面好像有這個 比如說這個洗錢交易 然後是不是 他就懷疑說 是不是輪為這個太子黨 洗錢的一個工具 好 所以 到底什麼原因 讓馬雲在這麼年輕的 這個時候下台一鞠躬呢 是因為政治鬥爭嗎 是因為跟江派走得太近嗎 還是因為假貨和逃稅風波 洗錢移雲呢 我們不得而知 但是大家更關心的是 沒有馬雲的阿里巴巴 該怎麼辦呢 因為阿里巴巴過去 是以創新聞名 什麼都跑第一 比如說雙十億 就是他們先做的 對 那這個張勇就是發起這個雙十億的 他剛開始帶這個雙十億的時候 一開始的時候 業績才1點多 1.35億左右 但是去年進到 竟然做到310億美金 310億美金 所以這個阿里巴巴當然就順理成章 他就從執行長變成董事局的主席了 這個就是這個張勇 所以張勇是這一次的接班人 對 但他也不是創辦人之一 創立雙十億的工程 非常重要 就是雙十億 然後呢 其實他個性跟馬雲很像 非常的激進 而且勇於創新 所以天貓 他馬3比8 3比8 然後可能相貌也不是很有顏值 但是他除了這個雙十億之外 還有一個就是天貓 他做了一個天貓 然後還有一個 就是現在非常 知名度非常高的 叫做河馬先生 這個河馬先生 其實非常有創意 為什麼呢 因為這個河馬先生 譬如說你去買東西 你排隊要結帳的時候 你也不用拿錢出來 你也不用拿手機出來 為什麼 就靠你那張臉就可以了 就是人臉便是 甚至你在挑東西的時候 你就用手機APP有沒有 你就上面看一看 看一看 就也會有人員去幫你挑 幫你送回去 或者說我今天在現場購物 我買完以後 我直接交給現場人員 他可以直接幫我送貨到家 那甚至就是說 我現場買完這個海鮮有沒有 這個線撈起來的 直接交給櫃台 他用機器人幫你轉到裡面的餐廳 然後幫你製作 你現場就可以吃了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創新 而且你看他那個送貨的是 用機器人在送貨的感覺 機器人在送貨 對 那當然這包括還有就是說 後來他也把整個這個 你還AI送貨 AI送貨 好多機器人跑了跑去 然後你就可以現場 你剛才的那個貨 就可以直接吃 甚至他就幫你打包 幫你送回家 就買完以後就可以走了 他這個機器人AI做物流 做物流 也不是在 不是只有在荷馬先生 他其實在之前 對 因為現在你要知道 阿里巴巴他每天要送 2700萬個包裹 那我用人怎麼去打包 所以其實你下了地帶以後 機器人自動盒子 他好像有那個盒子 就很像有眼睛有腳一樣 這個盒子有沒有 他就自動去找 要下哪個貨下哪個貨 到最後包裹完 全程都不用用到一個人 全部都是機器人 他的倉庫 我們看這影片就知道了 他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這個 機器人管理非常重要 跑在最前面 然後包括他還有一個黑科技 這是我們都知道支付寶 那這個支付寶 還有一個黑科技 這個黑科技是什麼 就是你出去購物的時候 你根本連手機都不用帶 也就是說我只要支付寶有帳號 我直接刷臉就可以了 那最後當然講到這個支付寶 我覺得會不會是馬雲想要退休 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因為當時為了這個支付寶 他把支付寶獨立出來 從阿里巴巴獨立出來 這是他的心頭肉 因為很賺錢 幾乎到處都是 而且我們到處會看到 他的廣告叫他鄉遇故支 支付寶的支 可是現在被收回去了 被人行收回去了 所以這個心頭肉沒有了 被政府收編了 收回去了 他當時千方百計 要獨立從阿里巴巴獨立出來 弄了一個螞蟻金服 就想要自己賺 沒有了 所以我覺得這都是導致 他想要退休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 馬雲會不會因創新而生 因創新而離開呢 我們回來看 剛剛談到馬雲 其實阿里巴巴的股價一直表現很好 對 即便馬雲退休好像也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 我們會不會看一下今天的股價 阿里巴巴今天的股價 我們先切一下今天的股價 今天的股價這個消息出來之後 股價仍然表現不錯 如果我說創辦人要退休 股價應該大跌 對不對 都沒有反應 沒有受到任何的反應 好 那我們直接看一個 這個長期的K線 你看他還是很穩定的在向上 對不對 很穩定的向上 那我們切換另外一張CG 我很快的給各位看一個 你看這裡法輪建議買進 他建議的價格是多少 233 現在是在177 還有很大的距離 而且最新一季 我想退休不是最近才知道的 這個避險基金都還在加碼 所以我們從這個角度去看 他們在做的事情 包括我們講倉儲這些 在台灣有沒有機會 有股票可以跟進 其實我們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 好 比如說 我們剛才看到這個機器人 那你就會發現 他一定要這個 很多的這個 我們講滾租這個輪軸 輪軸 螺桿這些的 那這誰做的 就是我們的上銀做的 那這個部分在大陸的市場上 也確實有很大的一個發揮 所以我們看到上銀的股價 今天表現還算不錯 不錯 然後我們看他的 因為他最近一季還賺了2.72 2.72 獲利也都比過去來得好 我們看一下整個日K線 我們看一下整個日K線 好 你就會發現說 他的線圖在最近 這是最機器人手臂的嗎 對 機器人手臂 他工業機器人手臂 那整個工業機器人的串聯 那我需要電源供應器 我們可以看一下台達電 台達電 台達電最近一季的公佈 賺了3.6 如果我們仔細看 雖然說你看他最近的股價 表現不怎麼樣 可是去年一季賺了3.6 這個未來還是很有潛力的 那最後一個 我們看到他整個物流的系統 在大陸7層的物流系統 誰做 台華 他靠大陸的這個營運 然後雖然最近股價表現平平 可是我們仔細看 我們辦法縮小一點 他今年配了2.2 可是股價最近你看 慢慢慢慢已經開始上來了 所以如果朝這幾個方向 大家也可以追蹤一下 談完了沒有馬雲的阿里巴巴之後 緊接著我們來談談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在沒有蘋果光的台北股市 該怎麼辦呢 9月10號 台灣時間9月11號凌晨1點鐘 就要心機發表會了 就在心機發表會之前 想不到蘋果概念股臉都綠了 iPhone要發表前呢 竟然郭明其說 沒有新的所謂的Apple Pencil 沒有雙向無線充電 糟糕了 大家不是說這就是今年心機的最大亮點呢 沒有了 好除了郭明其說 有兩個功能大家之前猜測的沒了之外 蘋果新機發表之前 美齡實在是 人家在辦公室 你在這個時候跟我們露水 美齡降頻大力光 所以利空照頂啊 我們來看 其實每年的蘋果發表會都是個重頭戲 但是這一次為什麼沒有 除了說什麼七大預測 沒有沒有沒有 大家不要記得沒有有什麼 因為太多了 我們只要記得可能有什麼就好了 有什麼也沒什麼好驚奇的 就是三鏡頭啊 對 變焦鏡頭 狗皮膏藥啊 然後顏色可能變得多一點 是啊 所以因此我們看到 美齡調降了大力光的平等給大家看 而且來看的話 大力光理論上還有受益 它怎麼會怎麼調降呢 是的 原因 第一個 他認為這一次iPhone的新機 會賣的是史上相當差的一個 預計新機只有6500支到7000萬支 第二 大力光只著重在手機 已經沒有別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股價 大力光是不是已經沒有更大的爆發力 可以被期待呢 股價在美齡降頻之後 大跌5.39% 特別是在新機發表會 蘋果被喜事之前 竟然出現了大跌 我們從日K線的角度來看 好 在今天大力光出現了長黑K吧 而且灌破所有均線 是 那我們看到美齡的目標價在哪關 有沒有看到這條線 差不多就是美齡的目標價了 3600塊 3600塊就是美齡的目標價 所以基本上我認為 當然跌到這個地方 差不多也會出現一個小幅止跌的壓力 但是長幅止跌的支撐 不會從這邊來看的話 可以看得出來大家對於這次新機 可以算是失望到極點了 好 我們來看一下外資有沒有心口如一 在大力光剛剛談到了 美齡調降平等 目標價往下看3600 真的有賣喔 心口如一喔 外資嘴巴降平手在賣股票 所以我們回來看台北股市 在沒有蘋果光的台股 在今天又表現如何呢 指數在今天我們來看一下盤總走勢 下跌了47點 跌0.44% 指數收載10753點 看這個指數沒有覺得很震撼 其實47點真的還好 但是我給大家看一檔個股 絕對嚇壞大家 我們來看3406的郁金光 郁金光也是蘋果不怕 快要跌停 底度碰到跌 為什麼覺得可怕 如果今天 今天不是好消息嗎 說8月營收暴衝嗎 而且暴衝的程度之高 18億是多少您知道嗎 是年增率超過100% 而且我們剛剛不是講過嗎 蘋果我一個量解 是不是就是那個三鏡頭 醜醜的方塊 那三鏡頭另外兩個 長距的比較 都是玉金光做的 所以它才可以 就是這個醜醜的鏡頭嗎 是 這個醜醜你的意思是 除了主鏡頭 還是大力光以外 另外兩個鏡頭 都是玉金光來做 才有辦法讓它的營收 如此的出現年增率 100%以上的增幅 這兩個鏡頭 讓它的營收 出現年增率100%的成長 100%以上 卻讓股價大跌 打臉 所以說今天玉金光 打臉了兩個族群 所以我說今天44點 為什麼可怕 今天玉金光打臉 第一個打臉平蓋股 他預先就告訴你 最好就是8月了 你以後不會再跟我拉貨了 因為不會再追加訂單 大家聽得懂了嗎 最好就是8月了 最美好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以後你再鋪貨 也不會賣得正好 所以你不會再追加訂單了 第二個 打臉什麼 打臉8月營收創新高的公司 剛剛阿光你看8月 你剛剛看大力光 跌到3600對不對 是 你會覺得 那大力光營收一定不好 錯耶 大力光的營收是60億 也創個歷史新高 還有一個台灣第一強 最棒的公司是誰 台積電 我們來看台積電就知道 台積電今天的走勢怎麼樣 戶國神機竟然在今天 跌了一點大盒 也跌了嘛 也覺得 過去是和營收突破千億 是啊 千億 又創新高了耶 所以我說這些股票都在什麼 都在打臉我們即將展開的 蘋果概念股 告訴我們 這次蘋果的新機 了無新意啊 那怎麼辦呢 倒是有趣了 這次蘋果新機了無新意 大家有沒有發現一個有趣的 這次蘋果手機好像不太紅 這個新的東西又沒有 反而有一個叫追蹤器的東西 竟然變成亮點了耶 這次亮點竟然在追蹤器 好來 我們來看 這次發表會的最大亮點可能是 這是什麼 追蹤器啊 是 理論上來講 怎麼用啊 怎麼追蹤啊 簡單 這個當然是一個 我們的想像示意圖 基本上來講 過去曾經有這樣的一個科技 就是說 我發現藥匙不見了 有時候發現什麼東西不見了 所以它會把它別在 你要尋找的東西上 所以這個追蹤器呢 把它別在或黏在 比如行李箱 是 或者你經常釣的鑰匙 然後透過你的手機 嗶嗶嗶 你就可以找到這個東西 iOS13的APP 透露了一個新的功能 這個我要買給我媽媽 因為我媽媽前兩天釣鑰匙 是 把它黏在鑰匙上 那為什麼它特殊呢 過去的確有這個技術 可是它是用Wi-Fi來做 用Wi-Fi來做的這個精準度呢 會差了數公尺以上 但是據聞這次要用一個叫做 超寬頻的技術 誤差多小嗎 5公分到10公分之間 也就是它偵測到你的位置 那這樣就不難找到了 所以BBB之後 它就在那5公分之間 是 否則它差個10公尺 我們家裡可能都沒有10公尺 都要走那麼遠的距離 所以這是一個 另外一個新亮點 所以一個沒有驚喜的 蘋果新機發表會 應該怎麼操作蘋概股呢 我簡單來講就是 因為有驚喜 股價已經漲的公司 我們就不要跌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玉金光 我們來看到玉金光的K線 就可以看得出來 玉金光是不是之前 已經漲過了 漲了 所以一根下來 或者我們來看 真頂 真頂也是之前 4958的真頂也是 漲了 下來 因為它已經之前 已經有期待了 所以我們現在要買的是什麼 沒有反應的 現在還在底部一灘死水的 舉例來講 我們來看6147的齊邦 下面幫我放外資 當然 娟姐我剛剛有講到說 齊邦也是憑我概念股 是的 我們來看到 外資是不是一直在買 那它是不是在這個底部 根本還沒有漲過 那上半年就賺了3塊錢 那全年來看的話 賺了6塊錢 以這個60塊來講 在平概括的本益比 也不算得太高 那整個來看 它沒有漲過 所以就有機會上來 或者是我們來看到 4915的智深 智深 對 這個來看的話 外資這兩天也在小買 也買了 對 然後另外來看的話 它8月營收 又大幅的一個跳升 那我幫大家講的 這幾家公司的特色是什麼 就它不像玉金光之前 它已經漲到了 或者像真頂它已經漲了 我認為現在投資朋友 可以去找一些 還在底部整理的平概股 這樣子的話 再配合業績的衝高 就有機會出現 底部進場的機會 所以 總編理說的是底部 答案 也既然答案 特色的 最 it 知道 質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